教育部今天召开12年国教课审大会,经全体委员表决后,调教技术型高中及综合高中等国语文文白比率至3×5到4×5,与普通高中一致,不少高职教师担忧文言文调降后,恐冲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。 有国文教师指出,学生平时已惯用火星文,作文也常出现容颜坠滞,若文言比率下降,词不达意的情形恐加剧。 教育部国教授长邱甘国表示,此次会议除了确认上次会议讨论的普高文言比率结果外,也针对技高及纵高的文言比率进行研译。 经委员表决后,决定调整于普高一致,3×5至4×5,包括古典文选、古典诗歌选以及古典文化经典选。 邱甘国说,技高与纵高的文白比率分别投票,技高同意调降的有31票,不同意为0票,纵高同意的有38票,不同意也为0票。 其他未投票则是同步表示意见,确认技高与纵高的文白比率均从原本4×5到5×5,调降为3×5至4×5。 对此,开南商工国文教师陈向如认为,文言文比率下修会减少学生培养国学素养的机会,相当可惜。 他改作文时,发现学生习惯堆叠文字,叫不懂金钱表述,若能多学文言文应有助学生表达。 对于委员所提,普高文言比率一调降,既高及纵高也应一并调降,否则造成学生学习压力过大。 他认为高值国文选文本就较浅显,并不能是普高的基准一概而论。 对于调降文白比率,他对学生的未来感到忧心。 陈向如建议,未来国语文课刚选文时因慎选白话文篇章,因白话文较浅显易懂,学生平时有兴趣也可以自行试炼。 若要作为正式的推荐选文,就该考虑每篇文章都需有代表性,并且能连结诗事一题与相关理念。 教师薛辉银则认为,未来大考方向应要能反映出课纲,否则在文白比率降低大考题型却不变的情况下,可能形成文言文补习潮。 对于偏强弱经济弱势学生并不公平,恐造成教育加速N型化。 教育部今天召开课审大会,调降极高极纵高的国语文文白比率至3乘5到4乘5。 不少高职教师丹忧恐冲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。 报信资料照分享。